肖战这两个字,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,即便不是他的粉丝,也都听过他的名字,甚至了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。 虽然肖战在娱乐圈中的出镜率明显下滑,但是他的人气和热度却只增不减,所以在数据这方面,肖战依旧属于顶流,都说小红靠捧,大红靠命。 像肖战这样有机会爆红的艺人,一定会被贴上摇钱树这样的标签,至于他本人,自然也会越来越富。 然而,实际上并非如此,肖战非但没有变富,相比于出道前,反而变穷了,原因有三个。 第一是因为肖战刚走红,在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,就经历了一场风波,对他的影响是必然。 第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,肖战又做了更多的工艺,让原本还没有太多收入的他,支出更多。 第三个原因就是,肖战出道前,就已经比较富了。 准确来说,肖战大学期间,就开始闪闪发光。 众所周知,肖战本科专业是广告学,属于设计艺术类。 大学期间,肖战就已经开始出设计了,得到了很多认可,以至于整个行业都不景气。 肖战的单子却接连不断,年人大二还在玩,肖战却开了摄影和设计两个工作室,一边接设计,一边参加比赛,还要一边读书。 要知道,这种情况在大学时代,一定属于小土豪了。 在摄影这方面,肖战同样很有技术,之前粉丝都感叹过肖战拍的照片,都很有感觉。 如今才知道,其实他是真的会摄影。 在出道前,还为杨文浩品牌做过摄影后期设计,再加上肖战的颜值,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即便大学时期与现在相比有一些改变,但无关,身材比例百在那,少不了帅这样的标签。 大学里长得好看,又帅又多金,有才有能力,拿过设计大奖的男生,不就是书里完美学长的标配人设吗? 原来现实生活中也存在,这样的肖战,粉丝真怕哪一天他会跑路,不仅能养活自己。 相比于流言蜚语,肖战可以过得更好,肖战在出道前的种种加在一起,足以说明,长得帅只是他的优点之一。 即便他不出道,也一定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小老板,很优秀的设计师,明明拥有高流量,却并没有流量该有的收入。 果然,肖战出道后反而穷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